今天是大年出发 这种新的东西 而这位大厨呢 真帅 认识一下 大家好 我是刘鹏 今天为大家呢 做这种年夜饭的这种私塾定制 刘大厨 那可是做西餐的顶级大厨 手艺非常高超 多次获得国际烹饪比赛的桂冠 常被邀请前往意大利 法国 美国等国家 进行烹饪技术的交流 我呢 是比较喜欢烹饪 也比较馋 当然呢 也是依差阳错呢 去来到那个厨师的行业里 包括家庭这个喜爱和这个自身 对这个美食的需求 一点一点成就了现在 包括现在呢 对于这种中餐和很多西餐的 这种美食的碰撞 也都融合了菜里面 更符合中国人的所的喜好 经过商讨 刘大厨最终确定了 私厨定制的四道菜品 制作简单 符合家庭操作 口味清淡 食材搭配丰富 营养价值高 让您不仅吃出美味 还要吃出健康 我给大家呢 设计的这套套餐呢 就是提上了 现在比较 大家都会注重健康 完了呢 低脂 完了为大家呢 老少爷爷一家人呢 在一起过一个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美食年 有句老话叫无云不成席 无鸡不成宴 刘大厨把中餐口味和西餐 做法相结合 为您制作了这道低温白切鸡 保留了鸡肉的原汁原味 搭配上各制的葱姜汁 口味清香可口 非常独特美味 过年了 咱们呀 换换口味尝一尝这低温白切鸡 生活的新鲜和乐趣 就都在这其中了 这个菜呢 为大家带来的呢 是这个低温的白切鸡 其实这个菜的这个 之前的想法呢 也是通过中餐的这个 白斑鸡碾面来 只用西餐的这些烹饪的方法 去把这个白斑鸡 稍微给改良了一下 这个呢 你稍微用刀呢 给它片一下 片薄一点 然后你卷的时候呢 跟骚脸 现在呢 把这个鸡呢 带皮 有人愿意吃皮呢 留了不愿意吃皮呢 也可以把皮剔下来 我今天选择呢 就是带皮 盐稍微调一下味儿 用保鲜膜 家里的话 大卷小卷都可以 小卷的话 你多铺几道 大卷呢 用一卷一张就可以 鸡腿肉呢 稍微卷一下 扎着一点呢 就让里头的空气的 充分挤出去 完了用小馅 边上给颜色 这个呢 就是咱们之前的准备工作呢 已经做好了 好 咱们呢 下一步呢 就是放到一个热水里头去烹制它 然后把盖盖上 关火 完了你的时间呢 定到 你这个鸡腿大小 定了15分钟就可以了 等这个15分钟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把汁给做好了 完了呢 选用的姜跟葱就可以了 姜呢 我们就会直接顶道切 切成姜末可以了 你选用葱绿和葱白都可以 我建议呢 是一半一半 不用说切非常非常小 正常切就可以了 我们选一个热锅 然后加一些死拉油在里头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这里头搁倒一些香油 香油将通过加温的话 会有很大的烟 造成的就是味道会不是特别好 我们会加到这里 一点点盐和一点点胡椒粉 这个做它的调味汁 稍微的搅拌一下 这个时候可以先试着这个油温 就可以了 这个呢 我们做这个汁的时候呢 把它加热完以后 用那个打碎机 打碎 放在打碎机里面 时间已经到了 好了呢 现在呢 把那个鸡呢就可以捞出来 这个呢 我先给它切成片 把它放在盘子里面 之前呢 咱们提前做好的这个姜跟葱的那个汁 这个呢 我先给它切成片 这个低温的白切鸡呢 这道菜呢 咱们已经做好了 配的这个 生姜和葱的那个汁 就是葱跟姜 姜味的这个调味汁 接下来的这道马赛鱼汤 是一道非常传统的西式菜品 在咱们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里面 能够吃到这样一道著名的西式菜品 心里是不是特别有满足感呢 我们要是做上这么一道美味 来招待亲朋好友 那绝对是年年有余啊 马赛鱼汤 这个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菜 但是在新年来说 大家更愿意热热乎乎的 然后比较红红红的 吃这个菜 我们需要用芹菜 我们刚才做这个浑香沙拉 剩的这个浑香土 还有干葱 还有剩蓉 选用的是家里它比较常见的 英特番茄 也可以用大的西红柿来代替 都没有问题 只要是西红柿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 切一点备好的 这个小火皮的这个马铃薯 我可以喝到汤 包括海鲜呢 我们用好的是鲈鱼 准备的原材料就备好了 那么下面可以开始做 选用平点锅也行 大概家里没有平点锅 就正常水平炒开锅也行 都可以 这个时候呢 就炒一些干葱蒜 蒜蒜 加热 加热 切好的这个西芹 盐上头 加入分茄 这时候呢 我们会搁一点 这时候呢 就像我所要的那个 红香酒 家里的可能不常见 用白葡萄酒来代替 红香酒不用搁多了 所以一点点就行了 大概一个盖就行了 这个呢可能就是大家喝不了的这个葡萄酒 然后我们今天来做菜 大家可能会觉得我这个颜色跟普通的白葡萄酒颜色不一样 放一点点黄色黄色里加了一些藏红花 待会咱们这个菜也会加一点黄色的藏红花 我提前把藏红花泡在酒里的 那酒的颜色跟普通的白葡萄酒 这时候呢我把加水 把土豆可以加在里面 土豆呢会熟的比较慢一点 提前加一下煮熟 那我们在这里头呢加一些调味品 调味品呢就是提前说的藏红花 这个只是它提供它的一种风味在里头 只是它这比冬海的风味 瓦菜鱼汤是搁这个藏红花 海产品少加一些盐 因为海产品本身它就会有咸 盐胡椒粉 一些扇贝 这两边 小鸿虾 包括刚才咱们切的鲈鱼 放在里头 鱿鱼我们选择最后夹 一般先夹的话鱿鱼会非常老 可以影响它的口感 切了点螺螺丝放在里头 现在就可以出菜了 下面最重要的主菜就要隆重登场了 说的就是这道香煎银鱼 鱼 鱼肉后刺少 新鲜美味 看起来就透着一种富贵劲 更符合咱们过年的快乐心情 在这儿我们十全十美也要祝大家 在新年里面结祥富贵 你看就差一道主菜了 这个今天的主菜是什么 萝卜 鱼 鱼鱼 鱼鱼 我还是大贵萝卜的吃萝卜 我还以为是萝卜 这是鱼鱼 那这道咱们要怎么做 拿锅煎一下 把它配一些比较健康的食蔬和小豆 这个菜叫什么名字 香煎鱼鱼鱼 但是香煎的做法怎么觉得有点是中餐的一种操作方式 也不是 可能是觉得这个名字是中餐的 但是我们还是用锅去少油去煎制它 把它配一些蓝都豆和彩椒 你说这个蓝都豆 我得看一下 这个豆很特别 这个豆之前是干的 我提前泡了一下 脂肪含量很少 蛋白质含量很高 这就是和其他豆子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会更健康 我刚才闻了一下 我觉得这个豆子好像没有什么 那种豆腥的 对 豆腥的味道 其实这个豆腥我可以说我是第一次见 这个在超市里面能买的 这个一般的超市买都是买干的 大家挑的时候买那种 就是这种绿色的和那种褐色的 因为黄色的煮的时候做汤 做印度菜的时候可能会多一点 做汤多一点 它煮的时候就是变成特别碎了 像这个能煮能做汤也可以炒吃 泡多长时间 一般泡三个小时差不多 都涨下来了 现在切一点芹菜 是配这个蓝豆豆用的 洋葱 对 小干葱 这也要给它切成末是吧 对 也要给它切成末 这是为了配盐酥吗 是 增加它的这个香味吧 嗯 但这种小的和那个大的那种紫皮洋葱 它的味道会有什么不同 小的要比那个大的那个紫皮洋葱 味道更冲一点 但是没有那个大的紫皮洋葱 那个就是辛辣味 它只是味道冲 但是还是蛮甜的 家里头一般来说买这个洋葱 比较少 家里一般都是买白洋葱 白洋葱来说更甜一点 吃的口感 但是颜色不好看 现在大家都是色香味俱全了嘛 你看有绿色的 紫色的 还有黄色的 黄色的 一会儿还有红色的 对啊 咱们现在呢先做这个蓝豆豆 好 我们看看这蓝豆豆怎么做啊 咱们需要待会儿搁一点点水去 骨的灯一下 等那锅烧热以后 把那个洋葱葱葱芹菜放到里面 要把它炒到什么程度 就基本全熟了 还是说要软一些 就是让它那个洋葱 烹出香味以后 蔬菜有香味以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豆家里头 稍微加一点的水 让它小火去熬制它就可以了 哦 你看现在这豆已经放进去了啊 我觉得这个豆的料 和刚才我们炒的一些辅料的料 差不多就是一比一 对 一比一的那样 嗯 这个其实家里头啊 就是说你光炒这个豆也可以 就是这么配菜 当配菜吃 那你要觉得想做点汤的话 你多搁点 假如你有鸡汤或者有骨头汤 你都可以做这个 也没有问题 关键是这个豆没有什么味道 没有什么味道 所以我现在还有点担心呢 这个水的量基本上 就跟一些食材就是平了 平了就可以了 完了呢 待会咱们小火去熬制它 一点点水收了一下 这个小火要给它炖过程时间的 小火大概炖个五分钟到六分钟就可以了 要炖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待会你去拿这个勺去擀这个 捻的一下 你感觉到很软了就可以了 这时候呢 咱们可以呢 就是把这个火还放在这边 完了呢 咱们做一个就是这个银雪鱼的这个酱汁 彩椒呢 大家市面上呢 比较买的都比较多一点 红的 朱粉 黄的这两种 我们呢 就是家里 谁家现在普遍的都是有这个料理机 多工程机 噢 也可以大了 efect 原来就是彩椒泥 彩椒泥 对 ふ pul 我们会用这个再做一些汁 再做一个在它上后类似于像汁的一个角 等于这个泥我们已经买的弄好了 这后是放在边备用的 另外还要再拿彩椒去做一些东西 我们看看 待会再炒至少 好 这个温度稍微有一点点温度就可以了 少一点油 你发现这两个锅放的油都是很少 对 其实别看咱们大过年了 油还得吃的少一点 对 咱们提倡的就是现在都是低脂健康少油 做这个菜也都是和这个健康的习惯的 哇 这颜色真漂亮啊 咱们就直接在锅里倒上底油 然后就开始炒丝了 对炒一下 小一点火别太大 它这个容易炒糊 哦 这不是水分挺大的吗 对 对 它一开始的时候它没有水分 它是需要预热 完了需要你拿盐去沙了一下 它水分它得出来 这要让它变软吗 对 让它变软 咱们现在可以提前把这个盐去割搂 这个盐 这个提前放是不是想让它水分更出的更快一点 对 出的更快一点 让它就是咱们俗称就是沙水 嗯 嗯 然后同时这底味也入了哈 它叶 现在我们看到这里边的红椒黄椒都已经是确实是蔫了 蔫了 而且那个比较听话了现在 这个还需要再继续 还继续 那要让它蔫到什么程度呢 蔫到稍微就是你看它现在啊就是它窝过来以后还是有一点点硬 哦 吃的时候可能还会有一些脆的口感 让它彻底 彻底软了 彻底服软了 对 这个时候假如说家里有火又旺 又看了现在锅里头没有水了 那你可以稍微再搁一点点水搁里头没有问题 哦 一半 好 现在观众朋友正在收看的是十全许美的春节特别节目私厨定制 我们每天都会选择一位顶级大厨来为大家量身定制我们的过年的这一套大餐 而且每天都是非常有特色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刘鹏刘大厨来为我们做了一个香煎饮雪鱼 而且还配了很多的蔬菜非常的地道 这个呢咱们现在开始煎那个雪鱼 煎雪鱼的时候呢锅呢一定要热 油呢真的是不要太多 就稍微点一点点 哇这太少了 这就是一点点 这时候呢可以把雪鱼呢稍微调一下味 都放什么呢 放一点点盐 家里要有条件呢有那个白胡椒 有 有 我们家可有条件了 白胡椒的话可以稍微搁一点 其实你看它这个腌制过程也就是让它表面上浮上一点这个味道就可以了 做的时候呢这锅呢一定要热 把油放了以后呢你稍微拿这个鱼啊在这个油上 擦一下 稍微擦一下 完了你放在边上 然后这边呢你再擦一下 完了放在边上就可以了 完了把这火呢调到那个中小火 中小火 家里要有烤箱的话呢可能调点更完善一点 嗯 那你呢可以稍微用高火的去就是高温的去煎着它一样 煎着它放到烤箱里去烤 那样的出来的效果呢就是让你的雪鱼呢弹性更大 完了呢水分基本上可以说没有丧失 哇 这已经煎得焦黄了 而且你现在看的时候你能看到锅里头它会有油渗出 对啊 这是正常的这个鱼它本身的脂肪它会在渗出 那你要油割的根更多的话 嗯 那你每一会煎出来底子都汪着油了 哦 所以 刚才就是一点点油 现在先调会儿 一点点盐 来一点点胡椒粉 其实好像这整个菜的主要的味道就是盐和胡椒粉 对 是吗 保持它更健康更原汁原味的这个 所以它在每一个部分呢都会体现出一些共同的味道也是有所呼应 并且总体这个操作来看哈 这道菜还是属于算是比较清淡的那一边的 对不对 嗯 我有一个问题啊 比如这个鱼你看今天我们切的还算是比较厚吧 对吧 大概有三四公分左右 对对对 那我们怎么能够断定它里边是不是已经熟了 嗯 雪鱼它这个跟别的鱼不一样 雪鱼它这个肉质啊 因为它有脂肪含量 而且它的肉质基本上就像老百姓说那个酸片肉 酸片肉 酸片肉 你稍微一按 它要开了的话 那就熟了 它一按开整个都散了 那就熟透了 所以这个监制的时间我们大概算了吗 有五六分钟 大概也得有五六分钟 嗯 这个时候就可以了 好 出锅吧 这个时候呢 好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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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大家学学一下啊 哎 这个两个勺有点技巧了你看 怪不得你有两个勺 漂亮 哇 好美啊 哎还有泥呢 还有泥呢 咱们现在放在边上就可以了 那我们呢 稍微呢盘在边上随便一抹就可以了 擦一下再来点红椒泥 红椒泥 鱼来说呢就是丰富的DHA 完了包括这个彩椒呢丰富的维生素 嗯 这个两个搭在一起都是很健康的 真是黄金搭档啊 好 这周呢我们会有这个 好来点小装饰 装饰一下 嗯 小的这个香草 这个呢是芝麻菜 也都是市面上比较买 能可以买到的 芝麻菜呢也都是半沙拉呀 或者这种生吃啊 嗯 都蛮不错的 那这个 真好看 这个呢是这个 意大利香菜 嗯 类似于咱们国内的这叫什么呀 三叶芹啊 但是这个呢是有一些味道的 你看啊 刘大厨今天几道菜 这个鱼也做好了 刚才几道菜都做完了 这是主菜啊 是不是还差点什么东西啊 咱们再来点甜品 甜品 对 这是我们的最爱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甜品 咱们配的是什么呢 说到放后小甜品 这小甜品它就来了 刘大厨给您特制了一道 巧克力焦糖布丁 香甜又不腻口 直到嘴里甜在心上 咱们的日子呢 也会像这个小甜品一样 甜甜蜜蜜 快快乐乐 巧克力布丁呢也是大家过年 比较常吃的巧克力 用这个当主要原材料 包括鸡蛋黄糖 还有牛奶奶油 因为每个家庭现在不见得 每家庭都会有烤箱 但是呢有烤箱的话 操作起来更方便些更快些 也比较简单 大家一操作的一个巧克力焦糖布丁 所以家里呢就是过节过年 吃的这个巧克力 比较剩的那些 就可以做这样 不用喝单杯的 再去拿新的巧克力 去吃外面 买那种好的巧克力去做 我今天拿的这个巧克力呢 就是通培专用的这个巧克力 在家里呢的话 大家就可以用比较实面 常见的那些牛奶巧克力 正常的这种黑巧克力 都可以去做 巧克力需要搁120克 提前用之前做好的牛奶 跟那个奶油去给它融化了 下面呢选择用四个蛋黄 糖的比例我们要四个 我至少选择砂糖就可以了 跟这个蛋黄充分地搅拌均匀 再给它打成劲儿 这时候呢用刚才腰好的这个牛奶 来上火煮一下 巧克力直接搁到火上 它会容易红剥 所以呢 你要垫一点水 搁水去煮它 能充分地去融化 而且不容易糊 这个就可以了 继续去搅拌这个蛋黄 等到那个蛋黄打起来 看到上劲儿以后就可以了 大家能看到一开始是 就是处于金黄色 现在变成奶黄色 就是照文它这个已经上劲儿了 大家这个时候就可以拿 煮好的牛奶去冲这个 这个冲这个蛋黄的时候 你最好是两个人 假如你要一个人的话 就是一勺一勺少一点冲 因为这个蛋黄呢 会碰到这个热的牛奶 马上就会熟 一定要不能给它冲熟了 不能冲成那种跟蛋黄的状态 一点一点的去加 一点一点的加 这个还没有完成 我们需要烧火继续 稍微调小一点后面 或者你怕糊底的话 你可以家里头用 单拿一个锅 就像做这个巧克力一样 可以里头加一点水 把这个盆搁到这个水上 完了通过这个水去加温 火不要太大 太大的话 会把这个鸡蛋黄冲熟 大家能看到 这个边上的那个 就是它预热以后蛋黄的状态 通过不断的搅拌加热 搅拌加热 让那个鸡蛋黄 成这种泡沫状 成丰富的泡沫状 给它涨 可以看到 这个泡沫 已经非常非常的丰富 就已经开始 可以挂在勺 勺被上 这么看 可以挂在勺被上 就证明可以打好 它不像刚才的时候 它从勺被 它是掉下来的 现在它可以挂在上 可以把 之前画好的巧克力夹在里头 这个时候 你拿一个锅 蛋门拿一个锅 或者拿一个容器里头 放上凉水 把这个做到凉水里头 让它你刚才打发的东西 迅速冷却 因为它随着温度不断的上升 它的鸡蛋会泻 而且会熟 所以你一定要 要给它做冷却 这个就是我们 就是让它冷 吃素冷却后的 这个打好的 这个固定的原液 待会可以放到烤箱里去烤 就可以了 这个呢 放到一个容器中 就放在烤箱里头 但是这个需要里头 搁一点水 这个加水的目的呢 就是说 通过烤制的时候 它会有水蒸气 可以往往上散 蒸发 不会让那个表面 被烤烤的烘焙的高温 所变成很糊的这种 干的那种 如果 你需要定制的这个温度 大概时间呢 时间是在15到20分钟 就不进了 嘴里还带着那个巧克力 这个鱼香啊 四道菜一道甜品 我们十全十美的 四厨定制为您准备了一套啊 对啊 多丰富啊 而且吃到最后一道甜品的时候 我觉得呀 生活好幸福啊 那种甜蜜和幸福感 一下子油然而生了 今天呢 是我们四厨定制的 最后一期了 刘鹏刘大厨呢 也给我们送上了一道 非常有特色的这个 节日家宴啊 希望您在家里边 要尝试一下 同时呢 如果想了解时间训美更多的信息 或者是和我们主持人 来进行互动的话 可以登陆 北京电视台的网站 3w.brtn.cn 可以来给我们留言 没错 那新年一年了 我们再次祝大家春节 好 谢谢啊 刘鹏大厨的丝厨定制 低温白切鸡 搭配特制的葱姜汁 中心合璧原汁原味 马赛鱼汤 传统西餐 汤汁鲜美 营养丰富 特别美味 香煎银鱼 搭配巧妙造型美观 入制鲜美 口味独特 焦糖巧克力布丁 放后的小甜点 制作简单 香甜可口